好,你接下來 好,一、二 你是不是天生反骨 每次別人這樣問 我都要想一下到底是在批評還是讚美我 那就當是讚美好了 所以我都跟別人說 我不是反骨,只是創新 跟別人不一樣 那不是反骨,是自戀 不是自戀啦,自信 誰戀 但你不覺得有時候可以反骨的很討厭 也可以反骨的很厲害 很多東西都這樣了 那些很討厭的 就是什麼都反 每個議題其實都有固定立場了 現在臉書上八成都是這種的 還要互相取暖 你已經不是反骨了,是反反骨 那你不就是在反反反骨 哭起來而已 呵呵